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这三位哥哥在节目里一直是名列前茅 想必对最后的成团位也都是势在必得 有人气高的哥哥自然也有人气低的哥哥 要知道最后的决赛夜只有17个成团位 这也就意味着排名在17名左右的哥哥都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当然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排名的失礼并不能说明什么 就算有些哥哥离开了这个舞台 相信他们也能够继续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有四位哥哥即使不出道也已经是不需刺行了 其他哥哥或多或少都在唱跳方面有所基础 而张云龙自己的职业其实是演员 可以说是和舞台毫不相关 来到了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后 虽然超脱实力欠缺 但是靠着俊朗的外表和做演员积攒的人气 张云龙的热度并不低 在综艺感方面张云龙也是毫不逊色 与自己的偶像严程序的CP组合也是深受观众喜爱 成功在一众哥哥杀出重围 被问及参加这档节目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云龙骄傲的回答道 最大的收获是绝心成功了 是为绝心小谜弟没错了 可惜这档节目终究是竞赛制 而张云龙的跳舞方面是硬伤 所以到了武功时 已经能够看出张云龙的排名正在不断的下滑 在危险区徘徊 最后能不能成功成团还真的是不好说 不过像张云龙这样的年轻演员 就算最后没有成团 他的发展前景还是十分广阔的 张云龙最近就刚刚官宣了新剧 民国大侦探 打档胡一天和张云龙 这回张云龙和胡一天在合作过 民国奇探后的二大 其实也是许多粉丝众望所归的 到时候应该能够掀起不小的热潮 在没有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前 李朱贤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 但靠着这档节目 李朱贤让观众也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好事在金子总会发光 因为有过当韩国男团的经理 李朱贤来这个节目就显得十分游刃有余了 《水星记》《耶漏》等表演里 李朱贤都展现了不俗的唱功 站在舞台上又高又帅 这样的人注定是聚光灯下的焦点 奈何李朱贤的中文实在太差 节目里的正常沟通经常采用英文 所以他的镜头并不多 名次也就仅够不会被淘汰而已 最后能成团的概率并不大 即使这样李朱贤无疑还是节目最大的受益者 本是小透明的他 随着节目发展逐渐开始变得有名气 杂志邀约无数 商务代言街道手软 还和贤子合作了新歌 如今的李朱贤早已经是金杯西比了 瑞奇在参加完乐队的夏天后 就已经小有名气 参加哥哥后名气更是再度飙升 虽然台下比较内敛害羞 但只要一上台 瑞奇就完全放得开 再加上又会弹吉他 像舞台上的小太阳征服了一众小迷妹 另外瑞奇还与自己的偶像皇冠中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刚开始面的偶像时 瑞奇和所有普通粉丝一样 激动不已 几次和皇冠中合作之后 彼此都十分愉快 同时也欣赏对方的才华 惺惺相惜 虽然武功遗憾淘汰 但是瑞奇出局的坦然 相信他早已经收获了 比节目更重要的东西 梁汉文身为大湾区哥哥的一员 自然是不缺关注的 颜值超高的他 在舞台上美丽四射 在最新的武功表演里 梁汉文与林晓峰合作舞台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唯唯到来的歌声里 将一个女孩不同的年龄段 面对爱情的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深情的歌声令人动容 虽然这次还是被淘汰了 但是梁汉文留下的精彩表演 会将铭记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况且决赛业如果复活梁汉文 大湾区哥哥又可以再次合体 对节目的收视率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梁汉文还会不会 再次回归哥哥也是未知 如今离开舞台之后 梁汉文也并没有闲下来 凭借着大湾区哥哥的超高热度 梁汉文已经开始了 大湾仔的夜团统的录制 粉丝们可以期待一下 大湾区哥哥又会发生 什么样搞笑的事情 披荆斩棘的哥哥 仅仅只是所有哥哥们 人生的一战风景 希望被淘汰的哥哥们 不要气馁 不要否定自我 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即使这四位哥哥最终无法出道 他们的收获也已经超过预期 不需此行后 整装再出发